Focus 再向前冲 这里是榴莲台 我是黄共武 马青总团机制教育局讲师 榴莲南投我是孙仁 最高教授我是燕燕 回来看一下马来西亚国内的事情 我们知道昨天是巫统大会 前天就是巫统大会都一直在进行 然后这个巫统大会这边就有很多消息出来的 包括昨天的这个是三大必绑的 这一个巫统三大必绑的这些分别是有这个叫做什么 巫亲团这个妇女组 还有这个巫统青年妇女的这一个组别 这三个三大必绑 他们的就在这巫统大大厦这一边有一些会议的 然后这一个当然主要的 昨天感觉这个焦点就把这个整个会议的这个焦点 都放在慕尤丁的身上了 因为慕尤丁他昨天就突然现身在这个总统 巫统的这个总部这一边 就是引起了一些轰动 当中就很多的媒体都在那边有一些碰撞 然后主要还是这个慕尤丁的这个粉丝们 还有这个巫统本身的这个粉丝们 但因为有一个对立的状况 一个对立的情况 所以在这一个慕尤丁进入这个会场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些碰撞 然后有一些影片是可以显现到说 当时的这个情况是有一点点激烈的 那么最新的消息 我们得知慕尤丁的职位 就熟理主席的职位 还有沙菲毅副主席的职位 要保留到尽满 也就是说巫统大会之前 和巫统大会当中不会霸除慕尤丁的职位 也不会霸除沙菲毅的职位 这个消息给大家透露出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慕尤丁或者是沙菲毅 或者是跟慕尤丁一个派别的所有的人 包括马哈迪尔 在内所有的人 在党内还是有一定实力和力量的 所以纳吉不敢轻易动他们 那么现在顺水推舟 让他们做到戒满 也是一件比较顺理成章的事情 或者是说即使他们做到戒满 也不会对巫统内部造成怎样的一种行政上的阻碍 或者是说一种政权上的威胁 所以呢 纳吉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和措施 这个也是当然可以让他这样子继续待下去 让他待在这个巫统这边有个职位 就是当这个孰立主席的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 因为慕尤丁他现在 现身在这个巫统大会这一边 然后去参加这个巫统 这个总部这一边的这些活动 他都被禁止发言的 那么一个他是一个有名 就是他有名无实的一个 已经算是有名无实的一个领袖 那么现在把他保留在一个位置 可是不让他去做任何的事情 不让他在这些代表大会上面发言 做演讲支持的话 也是等于把他冷冻了起来 相等的同样的道理 所以这一个感觉让人听起来是 很好 这个慕尤丁他的职位还是被保证的 这个沙菲尼的职位还是被保证的 可是他们的对待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虽然是巫统的属理主席 可是连一个发言的机会都没有给予 所以这个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还是有人觉得说 这个事情的话 巫统这一方面已经是很好的 因为毕竟他一直都在做这一些 威胁的党的事情 可是他现在还有一个党的职位 就是他的这个副主席的职位 属理主席的职位 也算是很不错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 这是其中一点 然后看下其实在这个 另外一方面的这个 马迪的儿子穆克里兹 他也是在昨天这个大会当中 他要在进入这个 巫统代表大会的媒体室的时候 要参与这个媒体的 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竟然就把门关起来 不让他进来了 这个是一个 也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因为毕竟巫统领袖 在巫统大会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大会里面 要进入媒体室 给予这个 做这个采访的工作 或者是给予演讲的一些工作 竟然也不能 也是被保安人员挡在门口外面 不能进去里面对记者发言 也是一个 对于这个穆克里兹来说 他是一个遗憾 因为他身为一个巫统领袖 竟然也是被剥夺权力的 所以他也不懂要怎么 要去表达他这个遗憾 可是对于他说 当天他就是一个人站在外面 和这个外面的这些媒体们 聊了这一些事情了 因为在里面一个正式的 一个媒体室 然后可以对全国的这些媒体 或者是其他的媒体 发言的这个机会 也是一样没有的 跟这个穆尤丁的情况 可能是不一样 因为穆尤丁他是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些活动 可是这个穆克里兹 他是不能对这些媒体们发言 这方面巫统是有控制的 就是穆克里兹和穆尤丁 他们是一伙人 之前还有一个名单 这个名单是五人的名单 就是这五人的名单是什么意思呢 要推翻纳吉 要组织另外的一个政府执政的 一个五人的名单 但是穆克里兹他也说了 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单 我也不知道自己名字在里边 所以说我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了 但是为什么巫统现在要禁止他入媒体室 或者说禁止穆尤丁来做发言呢 无非他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 莫里兹如果一旦到媒体室里边 然后他跟好多人打招呼 同时他说出一些比较敏感性的话题 你包括又谈记 2610级从哪来的 我们用在哪了呢 为什么首相不给我们一个交代呢 一马发展公司的问题 为什么还没有解决到呢 很多的调查小组一一都倒下了 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的这种状况呢 这些言语都会被媒体报道出来了 这是一点了 另外的一点就是 穆尤丁他拒绝他在三大毕榜的开幕仪式上做一个演讲 包括闭幕仪式的时候也禁止他发言 原因其实也是害怕他发表一些 不有利于巫统团结 不有利于纳吉执政的一些话语 他就会说 至今我和沙菲毅被人给搞下来了 然后也没有说话的权利 我们所有的民众都想知道 26亿令吉去哪了 他来自于哪 一马发展公司到底解决没有解决 谁应该对此负责任 我为什么我提出这两个问题就把我拉下台 他就有这样子的言论 有这样子的言论 巫统内部的人代表们他们内心会有自己的小九九了 会想些什么谁都不知道 那么纳吉的地位在这次巫统大会当中 确决实实还能保住 但是他有些动摇了 是 是受威胁了 可是他也是看回这个 这个穆尤丁他的身份了 其实他出席刚才就提到了说他有出席 就是他去到这个巫统总部这一边 然后就出席了这些闭板大会 而是他是没有进入任何的会场里面 参与给预言讲这些事情的 那么巫青团还有妇女组 他们都要表示要求这部优定归对 尤其是巫青团的这个主席 就是凯里他团长 他就说到说 这个巫统主席还有苏黎主席 就好像是巫青团的父母一样 身为孩子都不想看到父母离婚 所以希望两个人可以言归于好 然后一起回到巫统这个大家庭 也就是表示说 穆尤丁可以重新回到这个巫统这边 可是当然穆尤丁一直 他的身份都一直在巫统这边 可是他自己的这些权利是被剥夺 然后是到底是谁剥夺呢 那这个不用说也知道的 那说到这个凯里 他就之前也是一直都在抨击 这个YMDB一直在抨击 这个26亿政治现金的事情 那最近他在这个巫统大会这边 也是有提到 就是他在他的币榜的大会里面 就有提到说 他现在愿意 就是巫青团这边 愿意给那几一点时间 去处理这个YMDB的事情 去处理这个26亿政治现金的事情 所以他们在这一个方面 之前是很直接的 就说这个事情要解决 要怎么怎么 就直接单刀直入的 去批评这个纳吉 可是现在是有给一点余地 让纳吉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也同意 让纳吉花多一点点时间 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事情 对于这个阿玛扎西来说 又是也是同样的 因为阿玛扎西他就说到了 这个看这件事情的人 每个人的忍耐性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些人可以忍耐 时间长一点 有些人不能忍耐时间太长 所以这个他对于巫统的人来说 他就告诉巫统的人说 纳吉现在遭遇的这些情况 是需要一点时间解决的 那现在我们身为党员的话 就需要去多一点宽容心 多一点耐心 去等这个事情等他解决 可是当然他也不勉强那些 很急躁 想要快点把这个事情 重建天日的这些人 给他们抚平 可是他也没有的 他就是说 我们需要多一点耐心 就这样子 是 确确实实他有一句话是说对了 每个人耐心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对纳吉的支持度 也由于本身的利益关系有所不同 你包括 就先就说那讲阿姆扎西吧 他对于解除不解除 穆尤丁的职位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看法呢 我相信他是很急的 赶快把他解除 那么我们就 我自己本身这个职位 就没有什么心腹之患了 但是纳吉自己有自己的考量 他认为我得纳吉的一个执政地位来说 目前岛内还有一部分是历史倾向于 穆尤丁或者是马哈迪的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我不意马上动他们 为了保证我纳吉的一个权力的话 和执政地位的话 我还是先保留一段时间 直到先满为止 这是纳吉 也许他认为是最合适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了 那最合适 另外的 包括妇女组的主席 他叫做什么 沙利 沙利亚 什么 沙利亚 他之前有丑牛 养牛案 丑牛案 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在身上了 他跟其他的 包括乌青团的团长凯里和乌青女团的团长的支持态度 虽然他们态度都是支持纳吉 但是他明显的站出来在支持纳吉 明显的支持 而且他说 我们所有的妇女们 我们要组成一道钢铁长城 我们要挡在我们领袖的身边 不让反对党 不让其他的反对我们领袖的人物 来反对打倒我们的领袖们 大家团结起来 所有的妇女都站起来了 所以所以看到这个沙利亚 沙利亚 他对于纳吉的一个中心 但是这个中心是有一定原因的 是 之前沙利亚因为宠牛案 有一段时间 不太好 是谁把沙利亚又扶起来的 是谁让他又做上妇女组的主席的 这个问题 去想一下 然后另外呢 包括凯里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比较感觉到凯里还是未来的一个新星 他对于马来 马来西亚未来的一个 他就是马来西亚未来的一个政治心情和希望 他说的话 确确实实很到位的 你包括 他既不得罪纳吉 他也不得罪 穆优丁和马哈迪这边 因为他知道 政治是随时都在变化的 不哪一天 谁就把谁给推翻了 都不一定 所以我说话 最好要小心一点 但是现在执政的是谁 执政的是纳吉 多多少少 我还会站在纳吉这边 但是在理上 我要把它说的有理有道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他提醒所有的乌清团的代表 他说 若我们的解释不逻辑 人们会有怎样的反应 就是我们对YMDB 我们对26亿现金要解释的不逻辑 人民会有怎样的反应 他说 若我们的回应 只是追踪及惩罚吹哨者 而不去调查那些严重的指控 人们会怎么想 我们只调查那些浮浅的 包括YMDB 表层公司的那些人 但是不调查实质性的人物 那么人们会怎么想 然后他最后一句 若我们的回应 看似妨碍调查 人们会做出怎样的几落 在调查 义马发展公司的事情 好多的 包括反贪局 包括我们的国家银行 包括我们的总检察长 一一都倒下了 人们会做怎样的反应 所以啊 凯里这样子的话 他作为一个新兴领袖 这样子的话 是值得让人认可的